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先说陈院长他的意思是不是扭曲了 我们来看看许淑华现在焦头烂额 南投县县长他跟中央说可不可以有300名国军驻灾重建 驻灾区重建 那这件事情其实国军很快的就说 你赶快直接申请我们就调人力 问题是现在紧急时刻还要走公文程序吗 重点在于是不是要立刻来做呢 所以在这个舆论一发布这个讯息 由引起讨论之后国防部又紧急说 好 320人已经紧急前往仁爱乡了 其实事件的这个发生一模模一样样 到底有没有大小心有没有偏心 过去历史告诉我们 其实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发生在2019年6月 那个时候在高雄 韩国瑜市长也是一样 跟中央报告高雄迫切 迫切的几项需求 包括化学兵可不可以来 那个时候也是被冷冷的回应 说你申请就好了 你申请我们就会给你 所以有时候地方的明末 中央是不是因为执政的颜色不同 而有所谓的轻重缓急呢 大家其实都看在眼里 观众朋友 分颜色这件事情在我们台湾 到处都有吗 刚刚升上部长的陈吉仲 到南头去大撒币 这个撒钱1.3亿 因为农损啦 必须讲农损 我不知道这个1.3亿够不够 或是多不晓得 可是他把钱给秀出来了 说从宽从优 赶快认定来补助 对于很多在地的立法委员来说 可能勘灾 他们也要露露脸嘛 那这一位孔文吉先生 他就说 怎么没有通知我 那你看灾也要分颜色嘛 陈吉仲说 没有啦 我有通知许淑华啦 那你可以看到 大家也吵成一片嘛 那陈奇迈也在说 这个前瞻计划独后高雄吗 现在在占南北了吗 如果大家讲说独后高雄 那就是你北部天龙国人的思维了 你看到陈奇迈说 要多看多走 不要说风凉话 意思是说 在北部的人是在舒适圈吗 在选总统的人 不要在舒适圈说风凉话 在占南北了吗 可是必须说 这一场雨 或是这些风灾 也可以看到包括台南 沙伦绿能科技城漏水了 这个都是民众提供给我们的 还有包括归人的游泳池 这是在台南 也是一样 这个漏雨像瀑布一样 很多地方的工程 好像经不起一点点 这个天灾的检验 而观众朋友 我们再来看看 在这个时间点 八八风灾 或者是在 这个父亲节的这个当下 也有一些政治动作 包括黄杰 他加入了民进党 那很多人都说 哎呀 终于你不演了吗 黄杰说 我刚刚满三十岁 所以我要入党 那你也可以看到 副总统赖兴德说 欢迎加入Team Taiwan 徐志杰说 黄杰就跟我的女儿一样 可是在网路上 也有很多朋友 找出来 在三十岁大官 或者是你要进入三十岁之后 进入民进党的人 蛮多的 包括林非凡 包括吴瑞燕 包括张之豪跟吴征 那也有人说 为什么 为什么是三十岁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 你大概要面临一些 人生的关卡 你可能要找一个 比较可靠的一个所在 要主体了 要包括可能成家立业了 是这样吗 一切都是利益吗 说好的理想呢 我们来问问看任俊兄 任俊兄你怎么看 勘灾政治学 我先讲就是 全台湾最惨痛的 那个勘灾的经验 旧灾的经验 应该是在巴桑西事件 因为那时候因为很多 繁琐的那个什么公文流程 甚至有人讲说 不归我管或什么 那个当年其实后来 引起非常大的一个检讨 因为那时候连 包含空军总队 你要怎么去派飞机 然后因为管辖地的问题 后来其实那个时候 就有要求就是说 应该把这些 因为既然救灾 很多行政流程 应该要余简化 所以我们这几年 其实包含到我们 那个防灾演练的时候 事实上军方有很大一块 就是要投入到 灾害抢救里面去 所以如果今天各地 有这个需求或什么 我认为当然第一个 就军方来讲 他不会随时知道 哪个地方有状况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灾害协调 我今天也是一个动员汇报 那他有一个联系的机制 如果今天有任何的状况的时候 我相信他今天跟国军去申请 只要有人力可以调度 我认为他应该会调度 因为这后来也变成 他们的任务之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今天我们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应该回来看的是 什么样东西叫做 没有超前部署 我举个例子 就每次有时候到南部 去下大雨或什么 大家说你还喝水 我们很多地方官员 最常会讲什么 瞬间雨量太大 那我水没有办法及时退掉 所以这个你说 我在超前部署一个百次 我水沟就这么大条 那时候就成为 大家拿出来的这个说辞 不管哪一个县市 所以你今天在这件事情上面 到底雨会下到多大 或者有很多是临时的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第一个 你看有没有超前部署 这个当然 比如说你我们掉什么抽水机 或者是一件事情 可是第二个是 当我发生灾害的时候 我有没有办法 在最快的时间里面 去掌握这个灾害 甚至我能够开始进行控管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所以当你今天 比如说陈建仁去那个地方 我基本上我不太去把它 先把它化为 就是他有恶意或怎样 可是当你出来讲说 没有超前部署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很想问 什么样叫做超前部署 什么样你要部署到什么程度 才叫做是OK的 因为天然灾害有时候的发生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山区地形 或者是什么的 我们大家都透过镜头 去看到那一些 没有人会去苛责说什么 你今天 你为什么不去 有很多是可以检讨 有很多东西是事后检讨 而不是你 为什么人家会觉得说 你现在是 有没有这种批评的意味战 就在这 而且你也有提到还有 如果你还拿别的县市来作为比较 当然会让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不是扭曲或不扭曲 你刚刚特别提到了 什么叫勘灾政治学 我们过往在跑新闻的时候 连穿皮鞋都被骂的那种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政治人物 你今天基本上在这个地方 在什么时间点该讲什么话 我觉得就是把这个话讲完就好 该做什么事 不用去延伸这些有的没的 你就不会去制造这么多的块 那我最后讲一下黄杰的这件事情 事实上黄杰入党 其实我有很多朋友讲说 他不是本来就民进党的话 就是说今天突然变成 他入党是个新闻 我只能讲这个新闻对谁最伤 你知道对时代力量最伤 就代表实力 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基本上已经分崩离析了 我不知道实力的主席 怎么去看待 他们的人又一个一个离开 因为这些人曾经都是 你们的这个所谓的政治上的明星 我认为民进党在这一波里面 其实他试图透过一个叫做 民主大联盟的方式 去整合那些所谓的小绿 也就是现在对民进党来讲 到底还有多少小绿的空间的存在 你今天几个用什么武党节或怎样 可是你会发现到 基本上他大概都会比较要求是 你就是加入民进党 所以他开始在收容 因为很简单 民进党他觉得他的盘 已经受到威胁 不再像以前就是说 我已经绿的盘 有一个稳定的基础在 我可以容许有些分出去 现在看起来没有 在今年的选战 其实非常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认为当然对绿营来讲 他今天把他收容过来 只是因为绿营他在这段时间 比较容易去收 比较会去想要去吸引跟吸收的 其实是年轻这一辈的 就是说你会看到民进党 他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他可能对于年轻的族群来讲 他的吸引力越来越少 所以你看他主要去找那个 为什么磁力的东西 会在激进的东西 为什么会重要 因为很简单 他们另外吸收掉了一批 当时民进党认为 这些应该是我的了 可是这一些年轻人 他基本上宁可在那个阶段 他去加入一个 不是叫民进党的一个阵营 所以你看他现在也发现到说 如果他的盘 其实已经没有到那个状况的时候 他会开始就会要求说 谁谁谁你要进来你要进来 那我只能讲就是说 其实民主大联盟 是他的包装的一个壳 基本上的概念里面 你只要进来你都是绿了 没有什么有一个第三个 那个政党或小党的一个空间 大绿小绿落玉盘 通通都是我的 来 请教洪威姐 我觉得在黄杰 现在从去投奔民进党之后 其实时代力量本来就面临一个 所谓的灭党的一个危机 现在可以看到 他们一些的新生代几乎通通都 那个琵琶别抱 都已经跟原来的这个时代力量说拜拜了 那黄杰本来就是非常特殊的政治人物 民进党向他招手 或民进党礼遇他也不是从现在才开始 记不记得黄杰曾经被罢免过 那当时是谁下令要全力的保黄杰过关 就是蔡英文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黄杰就应该知道要报恩了 那一直拖到现在尤其拖到这个爸爸节 我觉得这个意义很特别 所以你就知道谁是这个他们的爸爸 那当然你说这些 找这些年轻人入党或者民主大联盟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争取到年轻的选票 可是请问一下 赖清德的年轻选票有因此而增加吗 其实你并没有看到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看起来的年轻人当时他们会从这个原来的默默无名 然后能够进入政坛是因为他们在反威权体制 对不对 尤其那个当时太阳花或时代力量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执政党 可是当他们在这个政治圈走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们进入了这个威权体制 他们当时所这个质疑的 所这个批评的 现在他们反而觉得我要拥抱他 所以在网路上常常都会有一个梗图 说真香 对不对 就是当年你年轻的时候 你年轻气盛的时候 然后你就是批评民进党 说民进党怎么可以这样子 要来做一个改革的力量 可是过了几年之后 你加入他你觉得好香 30岁 而且都30岁 所谓的30而立 可能他们就是要做他们的选择 回顾来讲那个陈建仁 其实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陈建仁在高雄所讲的话 被人家认为他是暗讽 这个南投暗讽许舒华 而且许舒华是第一时间就回呛他 可是陈建仁跟行政院事实上 是没有任何的动作的 你看这已经拖到两天了 两天之后才告诉你说 大家不要曲解 不用再造谣 什么等等之类的 那很奇怪 你为什么不能在第一时间就说明呢 可见你就是有这个意思 当你发现原来大家都在批评你 大家都觉得说现在应该不分蓝绿 不分中央地方应该去救灾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行政院长 你作为一个号称温暖内阁的行政院长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风凉话 你怎么可以说这些冷血的话 后来他发现说这个要违京扣管 所以现在说我没有意思要按讽 要按讽这个许舒华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第一时间你不去澄清 你现在澄清就只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另外一个因为许舒华说 他向中央争取三百个国军救灾 希望能够赶快到位 那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的这个灾害 我们都非常感谢国军弟兄 然后再及时救援 但是现在国防部说什么 还有民进党立委说什么 你只要申请就可以 可是许舒华一直就是我申请 他说我申请 但是这三百个还没有就位 所以今天你作为执政党 你不是应该这样讲 就说好 那我们赶快能够让这三百个能够到位 或者还有什么更需要的 我主动来帮忙南投 结果你看又在说风凉话 你要申请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你今天还要怎么样 再打个公文上去是不是 怎么会这样的 因为你们的态度才坐实了 大家认为你在救灾的时候 救灾政治学你还在分颜色 好 请教辉文兄 连续被牵制突袭 刚刚赶快去搜索这是谁 我不认识 没听过 这很抱歉是我的问题 这个我也没听过 这两个什么时候入党 因为我也不认识他们是谁 但这两个我认识的 蔡英文入民进党的时候 是49岁 他49岁才入党 是那时候他阿扁要安排他 去当部分区立委 他才去入党 这个更晚是陈建仁 陈建仁入党的时候是70岁 70岁才入党 陈建仁为什么入党 这个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为什么到70岁才入党 所以那时候这个施政风老师 一直在讲那个 第五组参选人 春秋五霸 施政风老师讲的就是陈建仁 所以当初陈建仁入党的时候 赖清德很紧张 大家都忘了吗 赖清德还打电话问陈建仁说 你怎么入党 陈建仁可能会威胁他 他要选总统 可是陈建仁跑去当行政院长 我个人我是非常的失望 我很希望陈建仁是 陈建仁才是真正的小婴男孩 蔡总统交代了很多任务 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在COVID-19的期间 蔡总统跟蔡总统在讨论防疫的 不是赖清德 是陈建仁 怎么会陈建仁最后吐嘴 不过陈元长因为基本上 他是基本上是个外行人 他讲这个SOP 这个刚好是讲颠倒的 刚刚任俊兄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其实各县市 不可能没有SOP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災害防救法 是921大地震之后才开始 那已经20几年了 从1999年的921大地震到现在 那个撤离的那些东西 我们这几年的训练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从台北看 我直接就可以告诉你 我才不相信南投 特别是刚刚我们知道 南投的那几个山区的 这个原住民的这些乡镇 每次只要下雨 台风 灾情都很惨重 那个我不相信许淑华不知道 他以前当过南投市长 他以前在南投当立委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一定知道 他现在是县长 南投县的自己的乡亲不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 因为你住在那边 你洪胎来 台风警报什么土司流什么的 他们怎么不想都知道 所以曾建成说没有SOP 我要告诉大家答案是什么 这是一种惩罚 就是我跑到高雄 看到陈其麥 陈其麥处理得很好 这个时候惩罚怎么办 你看这个许淑华他这个是国民党的 这现在没跟他修理 怎么可以放他棒或轻松 他是故意的 其实陈建成讲说 你南投处理得不好 他要去突显说 我们陈其麥在高雄做得好棒棒 那要对照组是什么 对照组就是南投 南投处理得不好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在 这个伤口上面撒演 我举个例子当我的结论 你看最近这几年 高雄要盖新的捷运 台中也要盖新的捷运 你去问卢秀燕他是怎么被刁难的 卢秀燕很可怜 你看六都的直辖市长 最常去开行政院会的人是他 他从台中跑去开 要争取预算 要赶快希望台中的捷运 新的捷运能够过 过不了 但是高雄的呢 高雄的早就过了 高雄新的捷运 陈其麥要的 马上就给了 但是台中的一直被刁难 这个就是蓝绿有别 是 来 我们进一趟广告 上边这边 全民党的还计刑 在什么地方 dakか 明镜需要素兰 北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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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本身是 北本身的